這間雷氏宗池是建於民綱21年 雷生 你好 你是香港人, 我們大家都在香港 但你為什麼會在這裡?可否解釋 我最重要是找到一件事 就是知道我們台山的泰國, 泰祖 就在此興, 此興烏禮堂 上來這裡做官, 做官 我聽到這裡的族人, 祠堂後面 有些泥屋, 都說住聖雷 古時的時間, 中原的官員 下來這條朱基行 我們廣東人上京考試, 必經這條朱基行 經梅關古道, 過江西散馬 那些官員下來南巡 來到我們雷宗池 不論你坐腳, 騎馬, 都要下馬下腳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祖先是做大官 剛才熱鬧完一輪之後 現在大家有些農村的平靜 其實我站在這裡 有些感覺自己好像坐著時光機器 原來這裡當年這麼多人來來往往 不過現在住的大多數都是客家人 好, 就算是來來往往也好 現在你發現一件事 很多人事業有成, 開始成功了 回來光中耀祖 這裡又好像回復當年的氣象 珠江三角洲最大的祠堂 為什麼會出現在潘儀的沙灣呢? 他跟珠江三角洲足為造田有什麼關係呢? 祠堂相當於一間有限公司 擁有的股份為什麼永遠不可以轉讓呢? 下一集 沉根朱基航字有分解, 請留意收看 亞洲小姐, 內地前哨戰戰況激烈 經過重重挑戰, 選出最後一百強 佳麗百方真嚴, 舞台上盡顯自信光芒 到底誰能夠打盡最後決賽 成為下一個美麗傳奇呢? 第十七屆ATV2015, 亞洲小姐競選 感動世界的美麗 全力發展, 穩步向前 重新申請免費電視牌照 爭取繼續為市民服務 八大頻道, 蓄勢待發 新面貌, 新氣象 全新亞視, 三亞發展, 服務香港 以下節目將會以普通話廣播 各位好, 歡迎收看普通話新聞 我是邱潔華 先來看今天的新聞重點 前特首曾應全被聯署起訴 兩項公職人員行為適當罪 案件押後至下月中再審 美國和法國都發生水災 造成人員傷亡 美國當局宣布災區進入緊急狀態 葡萄牙執政聯盟贏得大選 但未能在國會取得過半數議席 需組建聯合政府 先來關注 前任行政長官曾應全被聯正公署 以兩項公職人員行為適當罪立案起訴 下午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案件無需答辯 押後至下月中安排轉交高等法院審理 曾應全獲准以十萬元現金保釋 吳侃軍報導 曾應全夫婦下午兩點 首牽手進入東區裁判法院 案件無需答辯 曾應全獲准保釋 下午三點由保鏢護送離開 他強調 過去三年全面配合聯署調查 申請法庭會還他清白 她的妻子就跟隨其後表示支持 又說過去三年不停受到滋擾 她絕對是一個正直和忠誠的人 我們本來都希望退休之後 過著平靜和寧靜的生活 遠離政治 但是可惜事與願違 而被捲入這個漩渦 而最不尋常的呢 就是過去三年半以來 我們每日都受到不停的滋擾 我深信 法庭最後會還任權 一個公道 曾應全今早前往聯署總部 他配控兩項身為公職人員行為 適當罪 叫我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案件押後製下月13日再訓 他獲准以10萬元現金保釋 但要住在申報的地址 如需離港要在24小時之前 向聯署申報 這個月即將踏入71歲的曾應全 將成為第一個被聯署起訴的前任特首 曾應全在1967年加入政府 2005年 階梯因絞痛下臺的董建華 成為第二任特首 其後連任至2012年 在他卸任之前 包商揭發他涉嫌接受利益 包括2012年 涉嫌以月租8萬元人民幣低價 租住香港數碼廣播DBC 大股東皇儲標名下的 深圳東海花園 面積6000尺的富士單位 另外又被揭發在任期間 接受富商以私人飛機和遊艇的款待 不過他表示每次都有付交通費 亞洲電視記者吳坎君報導 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表示 案件已做出檢控 不方便就細節進行評論 但多次強調沒有政治考量和打壓 其實無論是大或者小的調查 廉政公署的方面 和我們律政司的同事都會盡量 盡快去完成每一項的調查 某些個案件是涉及境外的調查的話 那個工作需要的時間會比較長 當然也會視乎掌握相關資料的人士 他們合作的程度 這些不同的因素都會影響每一個調查 那個政治和需要的時間 袁國強還表示 檢控是小心和全面考慮現有證據 相關法律和檢控守則後才做出的決定 也曾向海外律用大律師取得獨立法律意見 並沒有受到任何干涉 再來看亞市執行董事葉家寶 今天繼續就欠薪案到沙田裁判法院應訊 空方傳召七名遭欠薪員工 以及兩名勞工處勞工督察出庭 法官認為表面政公成立進入答辯程序 葉家寶在答辯時表示 他一直都沒有接觸財務事宜 也沒有學習財務及公司法 只是想為公司做好節目 他又指自己不清楚後來入職公司的員工 以及用時薪計算的員工薪金應如何處理 但在知悉超時津貼持一個月發放 是違反勞工法律後 已要求人事部解釋並勒令改善 案件明天繼續審理 建制派開會討論立法會復會後 各個事務委員會政府主席人選的問題 明建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表示 不相信泛民今年仍能擔任公務及人事小組委員會的主席 初步報導 去年泛民違反和建制派的協議 在截止報名前一刻全體加入人事編制及公務小組委員會 令泛民囊括兩個委員會的正副主席人選 明建聯的葉國謙則表示 他不認為泛民今年能像去年一樣 擔任兩個委員會的主席 希望大家都能夠有多點協商 大家溝通 不過遺憾的事情來講 在過去的一年所出現的就是特撒 這個對我們特撒完之後還不單止 還不斷地透過委員會的增補方面 去羞辱建制派的議員 我不認為公務小組動物人士編制委員會 還會是泛民繼續擔當 而自由黨主席鍾國斌就表示 建制派不應再和泛民鬥爭 泛民也應尊重當年的協調機制 應該跟回三年前大家和泛民協調好機制 泛民應該坐哪些位就應該給他 不應該用這樣的模式大家去搶位 泛民上次這樣做我覺得都是不對的 那應該跟回大家協調好的一個機制 中國斌表示相信今年建制派有足夠人數 重奪人士編制及公務小組委員會主席之位 亞洲電視記者朱博報導 國慶場假期間 中國任門景點持續迎來客流高峰 多個景區的遊客數量創歷史新高 朱博報導 國慶黃金周期間 巴達嶺長城一日的客流量達到接近9萬人 為方便購票 景區已增設6個售票處和一個移動售票車 同時為避免過分擁擠 景區採取了控制遊客的措施 當人數達到10萬8千人時 將停止接待遊客以確保安全 在河南的雲台山景區 遊客數量持續增長 並在周六達到了峰值 周日的遊客量比去年同期高出了10% 有約7萬人 在江蘇南京的著名景點夫子廟 一天的遊客數量甚至達到了37萬人 巨大的遊客量通常會給景區 和當地的生態環境帶來壓力 在湖北恩施 為鼓勵遊客保護環境 當地推出收集垃圾免費換取景區門票的措施 只要收集包括食品包裝和空瓶子等垃圾達1公斤 即可換取一張特定景區的門票 景區表示 他們希望通過這項措施 提高遊客的環保意識 亞洲電視記者 朱博報導 國際方面 美國南卡羅來納州 連日下暴雨令多個城市出現嚴重水災 造成至少8人死亡 部分地區水位極艱 當局宣布當地進入緊急狀態 吳坎君報導 哥倫比亞城變身澤國 水位在半日內就上升超過10尺 多間房屋和建築物被淹沒 造成至少8人死亡 當局出動多艘小艇 獨木舟和直升機 協助搜救被困的居民 在附近的城市桑莫維爾 同樣出現水災 水伸及膝蓋 有汽車幾乎完全被水淹沒 過百市民被迫疏散至安全的地方暫避 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 整個南卡羅來納州 進入緊急狀態 所有學校都要停課 我們看到的請求 754個 這已經在最後12小時的時間 暴雨其後抵達馬里蘭州 海面翻起巨浪 多個海灘被迫關閉 面對嚴重的水災 當局呼籲市民要留在家中 預計暴雨會持續多一天 亞洲電視記者吳坎君報導 法國東南部暴雨成災 多個沿海旅遊城市出現河流決堤 避引發洪水 造成至少16人死亡5人失蹤 法國總統奧朗德到災區視察 呼籲市民提高警覺 主播報道 法國東南部蔚藍海岸 飽受暴雨影響 日前 影城及著名動家聖地 康城河水泛濫 部分街道完全被水淹沒 天亮後雖然已經停雨 但可以清楚看見水災帶來的破壞 在瓦洛裏潮水已退 但停泊在一個營地的車輛和船只 都被沖毀 街道上滿部泥泞 有汽車塞在泥水中無法前進 當地政府出動消防員到場 協助處理被洪水沖走的汽車 及清理道路上的雜物 在比奧市 部分民居被水沖毀 屋內一片混亂 不少家私報銷 由於民眾早前已疏散至安全地方暫避 沒有造成嚴重傷亡 法國總統奧朗德到市內一間 有三名住在底層老人淹死的療養院視察 他向死者家屬致以慰問 表示暴雨引發的水災難以預計 促請市民提高警覺 亞洲電視記者 朱博報導 葡萄牙大選結束 執政聯盟順利勝出 成為歐元區內首個推行緊縮政策 但可以順利連任的政府 不過執政聯盟未能在國會內 取得過半數議席 需要組建聯合政府 過去四年雖然推行緊縮政策 但成功帶領葡萄牙走出經濟低谷 柯埃略成功連任 將再擔任四年葡萄牙總理 他在里斯本競選總部宣布勝出大選 並與支持者一同慶祝 柯埃略領導的中間偏右執政聯盟 取得約39%的選票 雖然得票率較上届大選減少約10% 但仍然多出主要對手 反緊縮的社會黨超過7% 社會黨領袖科斯塔承認落敗 強調會承擔全部責任 但不會辭職 他指 執政聯盟得票率減少 顯示選民對縣政府存在不滿 他呼籲執政聯盟做出改變 否則施政將會面對困難 葡萄牙總理柯埃略雖然勝出大選 但他領導的聯盟未能取得控制國會的過半數議席 在230個國會議席中只取得約100席 需要組成少數派政府 而將來施政 包括在推行緊縮政策時 預料將面對在野黨不少阻撓 葡萄牙自1974年以來 一直沒有少數派政府可完成任期 外界擔心 葡萄牙執政聯盟一旦出現管制危機 很可能會影響歐元區內的其他國家 以致歐元的穩定 俄羅斯繼續空襲敘利亞 總統巴薩爾表示 打擊恐怖分子的行動必須取得成功 否則敘利亞已至整個中東地區都會毀滅 在當地的帕爾米拉古城 再有古蹟被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摧毀 吳坎君報導 伊斯蘭國武裝分子 今年5月攻占拥有2000年歷史的 叙利亞帕爾米拉古城 大肆破壞多個重要古蹟 包括貝爾及巴爾夏明神廟 叙利亞文物保護部門透露 古城的標誌性建築物凯旋門已被炸毀 原因是拱門的雕花不符合教義 武裝分子又揚言 已在敘利亞其他古蹟買下炸藥 隨時可以引爆 俄羅斯就繼續派戰機 空襲敘利亞境內的伊斯蘭國據點 包括位於霍姆斯省 這個由反對派控制的城鎮 城內多處重大冒煙 多人受傷送到醫院治理 有反對派聲稱受傷的都是平民 質疑俄羅斯的行動目的 不過俄羅斯就先稱空襲只是針對伊斯蘭國 而當局在星期天共出動20次戰機 空襲10個伊斯蘭國目標 摧毀訓練營地及軍火庫等設施 敘利亞總統巴薩爾就在接受電視台訪問時 首度談及俄羅斯近日的空襲 指行動或多個中東國家支持 相信可以取得成效 又批評以美國為首的聯軍 持續長達一年的攻擊 反而令恐怖分子的勢力擴大 令區內的局勢更不穩 認為只有靠敘利亞 俄羅斯 伊朗 以及伊拉克組成的聯盟 才能夠切實解決問題 避免整個中東不想毀滅 亞洲電視記者吳坎君報導 來看經濟快訊 世界銀行調低對中國 今明兩年的經濟增長預測 市營在最新一份經濟報告中指 亞太區內經濟增長有向下風險 主要源自中國經濟結構性調整 及美國加息的不明朗因素 預料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不能保期 增長預測由7.1%降至6.9% 而明年的增長預測 則進一步調低至6.7% 港股升超過300點 單位能收復22,000點關口 市場憧憬美國聯儲局延後加息 橫指列口高開424點 全天最多升474點至逼近22,000點 收報21,854點升348點 成交759億元 騰訊升超過3% 連同崇尚60元關口的匯控 未橫指貢獻過百點 中資金融股全線向上 四大銀行升超過1% 財險升超過半成 券商股也有追捧 國泰均安升超過8%至超過一個月高位 試傳佳能可洽售農產品資產股價升七成一 市值最活躍港股 騰訊控股升4.2元 中國平安升1.1元 友邦保險升1.5元 匯豐控股升1.3元 中國移動升4.5元 有些是有兩種orama